好了,就这样的啊,就开始吧 好,就这样的 不一定能够 今天呢 我带着大家先拿一个浏览一下 浏览一下 浏览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看看我们这个外面的外面的外面的天气啊 现在已经天快亮了啊 就天已经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呢,叫做 布洛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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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因为我太太在我女儿那里 好 今天讲这个题目 其实很重要 就是因为我在给 博士蔡英文 提出这个利润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一个国家 这个东西法律的问题 要用法律的武器来解决 这个东西 免得解决不了 那就兵龙相见了 现在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历来解决台湾问题 都是用打仗 我们现在 21世纪 我们想用一个和平的方法 因为过去用和平的方法 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来 但是他那个方法 因为涉及到 他们对台湾的情况 并不太了解 就是说 至少来说 至少来说 哎呀这样子有点暗了 至少来说 至少来说呢 就是缺乏的一个 对这个中华民国这个认同 因为我们这个大陆啊 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呢 有一种啊 对我关系 就是一个是 就因为国共内战嘛 就原来呢 这是在最早的时间呢 是认同孙中山这个 国共合作时期呢 是认同孙中山这个中华民国的 然后呢就采取了一个 采取了一个什么呢 采取了一个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 想要这么样子来 来个起个这样的名字 后来呢 在1940年的时候 1940年时候 就是在抗战期间 毛泽东呢 代表中国共产党呢 在这个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新民主义主义论 就提到了这个 这个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新中华民国 就是寻民择食的 人民的共和国 就是 就是这个怎么讲呢 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一个新经济 新文化 新政治 就是 当然了 也主张这个 孙中山这个三民主义 庚泽友齐田 也是这样子 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这方面呢 21年成立的时候 也是对这个社会主义呀 还有这个三民主义呀 对美国呀 对俄罗斯这个 这个法律的知识不懂 这个从 摸索 这个这个是 客观存在的 就像我们的 就像我们 任何一个人 都有个成长的过程 他这个实践 磨砾 磨炼的过程 都是经过这些实践的锻炼 经过这个挫折 才能够成长 人经过挫折才能够成长 不经过文化大革命 就不知道 就是像这种 四大自由啊 还有这个 就台湾民主的 这个 纰漏的地方 假的地方 假民主 台湾民主是一个 欺骗 与反欺骗 黑暗 与光明的斗争的一个民主 是宪法 违惑宪法 和反 就废除宪法 一个斗争 是分裂和反分裂的 一个斗争 当然了 这个斗争来讲呢 有的时候叫做 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个呢 在台湾表现的呢 重要的表现的是 争权夺利的斗争 是 就是夺取政权 夺取这个议会啊 和这个通过 就是这个学习这个 西方的民主呢 就是夺取议会 领导这个 政府的 争取这个政府的主导权 代表权 席位权 就争夺这个权力 就是这个 本来嘛 人都是 人就是 这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嘛 为了自己的利益呢 出风头也好 是占据经济 还有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 社会利益 还有一个什么 人生价值嘛 这是这个这个 这个人生这个五大需求的需求 他这个需求 这个 这个很自然啊 这个很自然的话 我不知道清楚不清楚 如果不清楚的话 也还好了 我觉得 都还都还可以了 这个试着一下吧 背景比较乱 因为我一个男人嘛 啊 男人就是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修蝙蝠 胡子也没有挂 啊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呢 我我今天谈书归正传 有这么多好朋友 啊 一直一路走来都跟着我 一路 我看那个雷倩啊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 我跟雷倩认识啊 其实大家不谋一面 但是很很接近 因为雷倩呢 很像我的一个女朋友 就是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 我到陕西下乡的时候 有个宝基中学的广播员 这个 这个是一个 那个那个风花雪月了啊 他这个长的就是圆脸啊 当然雷倩将军 不能跟雷倩这个相比了 但是他在 他的宝基啊 这个中学啊 做广播员 到西安啊 到不 到成都去旅游去了 去大串联去了 就是文化大革命 去大串联 大字报 大民主 大辩论 这四大自由 这个自由呢 中国搞了十年 也就是现在 就像现在台湾搞这个 搞这个民主运动啊 搞这个这个这个 太阳花运动啊 还有搞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蓝绿斗争啊 就是蓝绿斗争叫 叫我们就叫派性斗争 也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原来呢 这个中国大陆呢 叫造反派 和保皇派 保皇派是什么呢 就捍卫毛泽东思想 啊 那个造反派呢 就是 就是我才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 台湾呢 这个这个蓝绿队争呢 就是蓝绿说 我是中华民国 捍卫中华民国的 啊 那么 那个 那个 绿的呢 他说 我是台湾主张 我是捍卫台湾人民的利益 台湾主张台湾独立建国的 原来蒋介石是不允许台湾建国 是就反革命的 这个组织 但是台 这个这个 从那个这个 二十八以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台独运动呢 这个搞了半天呢 搞不成 因为没有这个法律基础 因为他上市的这个 这个法律上的建国这个基础 所以必须要健可上市 还是要利用这个议会斗争啊 还有这个街头暴力啊 争取这个 在这个台湾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叫做叫做 颜色革命 就蓝的变成绿的 这个就是 大家就很通俗易懂了 要不就 变不成黄的 变不成白的 那这个这个这个台湾呢 这个这个什么人都有了 白色的这个 这个 柯文哲也好 因为什么呢 台湾总的说来 他的文化底蕴呢 是 你看我这个 我那个 我研究台湾那个文化呀 这么厚的书 这么大的一个书 这个研究了 看了看了半天 反正是 我就是 这个百文不如一见啊 就我自己到台湾 就大家一看就多了 就懂了 各地的佛教 尊佛呀 什么法轮功啊 在那里 在这一些场所 在那里 呃 在那念经啊 啊 就做做做做做做做什么 净座呀 啊 反正是 台湾人本身很善良 所以我觉得 但是呢 被这种政客啊 所误导了 啊 因为因为台湾的善良呢 有中国人那个朴实那种善良 叫做勤劳 扑实 善良 怎么样子就弄成这么情绪化的呢 这么低劲呢 过去蒋介石これ的时候 他有个反共的意思 就是也也是叫叫做结缉斗争的意思 啊 这个特这个这个 这个 electrão 看不见的战线 隐蔽战线 啊 啊 这样这样的倒爭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成了两岸的斗争 这就是从蒋介石煽动这个反攻大陆 到现在的那个蔡英文的仇宗恨宗脱宗 抗宗乙武俱统这样的抗宗 这些呢都是台湾人的这个 这叫什么呢 调动社会积极性啊 拉选票啊 是为了政客的目的 他真的能实现不能实现的 根本的是纸屁吹灯的 所以呢抓就是这些就给自己戴木头眼镜了 给就忽悠老百姓了 因为这样子容易得到选票 蔡英文不就是利用这个啊 香港这个暴力这个反那个反送中 反对一国两制 就说明这一国两制不行啊 就是跟对这唱对谈戏 我就现在呢 我知道这个蔡英文呢 我跟蔡英文打交道是陈水扁时代 陈水扁时代呢 大家如果要记得的话 19 2004年有个叫做 一个叫做大陆有利人士 因为我是什么时候给 跟陈水扁建立了联系 跟蔡英文建立了联系 是2000年 2000年呢 那是那个是叫做新世纪开始 我就给台湾人写的第一封信 叫告台湾同胞书 就是提出了同心同国 啊 共建家园 在同心同国大陆 这边叫共建大陆 同心同国就像台商一样的 共建大陆 同心同国共建台湾 就是让这个大陆人呢 也能去参与台湾的建设 这样子不是两人士才火炎高吗 两人同心 齐力断金吗 啊 可以办大事吗 台湾人不愿意 以为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图成记啊 木马图成记啊 要木马图成就早就图成了 这个这个这个小币 小这个小农经纪啊 小媳妇啊 就是像台湾人啊 这那个那个蔡英文啊 从从上头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从小大大到大 身上有一种习气 小媳妇习气 因为 她的母亲本身就是小媳妇 切身未分明啊 所以就在家里呢 就争宠 这个就是个个人都有一些历史烙印 我是这么分析的啊 不一定正确 现在人嘛都是 但是人这个血统啊 它这个历史是成长当中 不断改变自己的 我们家呢 也有一个传统 也是一个中心 就是爱国的传统 另外呢 跟也是尊重美国这种文化 因为我爷爷啊 就是天津那个美国公司 有个震仓洋行的 他是原来从那个会计学徒 然后到了主管 是不是快 最后拿着一百 每月一百块大洋 是不是 那个 总监 这个 我不清楚 我没见过我爷爷 我父亲不希望我见到我爷爷 在那个当兵的时候回到大陆来就叫就改了姓了 他看那个我爷爷有点跟他这个这个没有共同姻缘 啊 这个这个这个是我们的家丑也好干什么要 每个人的 所以所以美在美国呢就你看我跟我女儿就分开住 我们我避免了这个避免了两代人的发生一个时代就时代的这个差距 啊 这是那个时代差距嘛 就像那个台湾 就是这个隔代的就不一样 这个思想观念不一样 你接受的新事物多 我接受新事物少 我看问题 你看这个这段话我就不希望我们能够吃的省的 我们就自己尖苦就那个仆子就把它吃掉了 啊 女儿他们就扔掉了 所以这个两个消费观念不一样 你看着他呢 自己还感觉到这个多可惜啊 那个香蕉呢 坏了一点呢 他就他就那个孙子就把它扔掉了 哎呀 我说你们这么糟蹋粮食 在我们这个时代 在洞荒的时候 那都不这个这个都都很可惜了嘛 啊 历历皆辛苦的嘛 这个就不谈了 这个是家家丑不可外扬 就说家家都也不难念的经啊 所以呢 这个我呢 还是上帝对我还算是很眷顾的 这个呢 什么呢 我这个家庭和 比较和睦吧 就是不能不可能没有一点的争讨 对吧 还是就是基本稳定的 大家 呃 我是那个 那个因为给那个毛主席写信了 然后呢就变成了 在我们那里就变成了一个风流人物 然后呢 就有很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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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 然后就找对象呢 既困难也也乱就不好 不好找啊 就说这都不好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都这个这个这个一个一个都不结果呢 但是呃还是有有困难吧 反正是呃就像那个呃那个《非诚勿扰》一样 呃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非诚勿扰》呢 就大家就因为我好在是我进场是学徒工 我25岁的学徒 学徒呢从学徒开始 虽然大年龄大的学徒 学徒期间不能谈恋爱 这是呃这是我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规矩 我就没谈恋爱 我知道了二十二十八二十六岁结婚 二十八岁当二十六岁结婚 二十八岁结婚 嗯二十八我我还一时记不起来了 啊这个就谈谈这个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谈法律啊 这个谈法律问题啊 就这个严肃比较课题比较严肃 就政治化的严肃 其实也是很 就是拿如果要把它看成是数学问题 文学问题啊 咬文嚼字的问题啊 那也很简单 对吧 就很难 就本来就是一个这个中华民国嘛 成立中华民国 然后呢你就 然后就就就就内部打 这个中国人呢 就最后在这个问题争权夺利嘛 就原来国民党蒋介石就希望他是正统 对吧 蒋介石他蒋介石就是张学良就说蒋介石 他最大的一个毛病啊 就是自私 他总是认为这个浙江人啊 这叫的嫡系 就是这就叫什么呢 亲者痛仇者快拉就是结党营私拉亲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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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的 是有这么一个观念 你看上海人上海人对待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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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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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苏北人就是看不起嘛 南方人就看不起北方人嘛 因为北方人这个 像中国这个地方就是 北方人呢啊 榜大谣言啊 就是说四字发达头脑简单 这是一个文化文化遗产嘛 还有一个呢 就是浙江人呢 原来呢 这个是吴越嘛 吴就是湖北 九头鸟这些 这个湖北 原来这个吴这个吴的楚 楚熊嘛 就是宋楚熊他们那个叫楚地嘛 就是洋海的叫浙江江苏啊 就是洋海的叫浙江江苏啊 这个叫越国 勾芡这些人啊 洋国人呢 和那个武汉人呢 这个这个楚地了嘛 就有着吴越之争嘛 最后呢 还是那个洋国人就勾芡这些聪明啊 然后呢 采用了这个美女剂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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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施嘛 就把那个那个那个副差啊 就文国的副差给腐蚀了嘛 这这女人的用那个女色情 就是用那个过去就叫做色情 色奸 就用那个男女啊 这个这种这种这种这个之类 这个使这个使这个吴王呢 就腐化了 就腐化了之后呢 不想国事 然后就把那个这个 这个这个国家国立就就消亡了 然后越国就把他打过了 这个这个这个浙江人呢 有他聪明的欲望 我们家呢 也叫的浙江人啊 就在浙江那个马鞍山人 就马鞍山在绍兴的北边 我们家原来和那个这个马鞍九呢 这个差不多 马鞍九原来我们在关中的世界 就是在秦汉这个年代左右啊 在关中 关中呢 我父亲说大概在浙江七山一带 马鞍九他们可能是在 也姓马嘛 我们家原来也姓马嘛 嗯啊 然后呢 就南迁 南迁呢 南迁呢 我们就就那个时候 历史上也有些流动 比如说 呃 梁广天四川呢 还有就因为战乱了 哪里死人多了 之后 或者疾病多了 就发生了这个这个移动 呃 移民 我们就到了马鞍山 我去那马鞍山没有人了 我们家呢 没有人了 后来呢 又到了 我们家又一从那边呢 我爷爷他们那边又到北上去找工作 那时候 八国联军那个洋务运动以后 就找工作 就在天津当了学徒 然后就在 最后他死在昌平 呃 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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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家的一个简单的历史 但是 呃 还有一个历史 不得不提 我们跟美国这个关系呢 就是我的 姨妈 不是姨妈 我的姨妈是 呃 这个张光芝 他们那个八一 那是在台湾的 有些有些亲戚 我的阿婆 就是我的外婆 就是我的外婆 就是外婆的澎湖 我的外婆是在台湾 是不治澎湖 他后来呢 到了香港 去教英文 在香港 教英文 认识了我的阿公 就是我的外公 叫李平 李平呢 就是台北 松山机车车辆厂的这个机车设计的工程师 他是在香港学的这个跟那个东央跟日本跟英国人学那个这个这个机车技术 技术 制造技术 因为蒸汽机是英国最发达 那日本学的很快 所以呢 有这个日本和英国这个就在香港嘛 他就这个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嘛 就在那里学的这个机车制造 然后到了又到了到了台湾 松山机的那些我这次去看那个叫叫花莲那个花莲到这个这个这个溜水河这个这个这个铁路线呢 那些小火车那些火车不大跟大陆的比就不大 所以呢那些那些的那个火车呢坐了一段嘛 我坐了一段呢 体会了一下 我坐在火车上就敢想 这就是我阿公外公的这个这个设计的这条火车道 可能也死了不少 当年的那个那个这个国军呢 啊 这个这些这个这个没了台湾的建设啊 没有这些国军呢 台湾的这个很多基础建设 那些动员不起来 包括打那个十万大山那个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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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 这些都是人一公里要死多少个人啊 这是这么一个历史 所以说呢大家对台湾呢不经不经一世不长一致没有这些建设呢就没有这个对台湾的感情 嗯所以说呢往往呢台湾呢就这个小农经济就想呢 别人没有这个这个感情 美国人就不是这样想来 深圳人也不是这样想 深圳人来了就是深圳人啊 台湾呢来了你们都是外来者 外外省人你们外省人就是来摘桃子 本质上来是是侵占我们利益的 今天过去如此 今天如此啊 你就外来货 他又要想外来的人要投资 又要想啊又要想呢啊 你得听我的就像美国原来这个奴隶主 他你外来的都是奴隶啊 后来这个经过这个这个美国的宪法呀 暗藏杀鸡就是保存这个奴隶制 所以啊现在这个这个啊 美国宪法给我们也是一个好的教材啊 美国宪法呢也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宪法啊 一个样板 这个本来它的母版 但是美国宪法 它这个法律体系呢 这叫做海洋法 它是英国这个海洋法这个体系 按例子 像那个大陆的法律 是秉承中华民国这个法体 叫做大陆法 单一制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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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个美国呢 它是一个各个多每一块 一个地一个 把那个美国分成了很多那个小的殖民地 就是多很多个州 那些州都是独立的 它有独立的主权 它是英联邦在英联邦里面 它是独立的一个 有主权独立的 台湾不是哦 台湾没有主权哦 就是说它不是国家啊 它是原来的 从荷兰你说的就打 那个郑成功的叫做大明 他叫投降说那个建立叫台湾的叫大明台湾 然后清朝是大清台湾 啊然后战败了 然后说了一下啊 那叫日本的侵占中心统 就是投就是战 家务海战那个失败了 那些台湾人都不愿意去做王国奴 袁住民 袁住民呢 实际上就是印第安人 就是美国的袁住民 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文化也基本上差不多的 和这个袁住民和这个 和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高山族啊 这些那些其实啊 其实这个这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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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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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台湾台湾那个 这个呃就是说啊 台湾那些少数民族啊 和这个印第安人的那个那个 那个历史啊和那个发展过程差不多 而且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这个土地上有这个 有台湾的化石 来自台湾那些器皿的 台湾用的器皿的化石 就说明啊 就东东扶桑啊 原来啊 这个这个在中原打败了之后啊 一些人就渡海 就到了这个台湾 到了日本 散落的就落下来 这个历史呢 啊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个 别人想不到 你想到国国内战的历史 国民党就是这个打败的 那个国民党就是持有 皇帝呢 就是现在的共产共产党啊 这个这个原来皇帝呢 皇帝呢 这个这个族群呢 是比较弱小了 就中原这个地带呢 这个山西这一带的人呢 是比较弱小的 最后呢 这持有这个是南方啊 还有这些很多少数民族 很彪悍 说那个头发啊 是干什么的 能够呼风唤雨 这个这个四海经上 那个这个那个记载呢 就是那个悬了去了 我也不用去考证 我们就把这个历史 就大概知道那么回事 它历史这么发展过来的 反正那个时候人呢 那个生产工具和那个打的武器 都很简陋 那个冷兵器时代 那个石器时代 那个但是后来这个什么 聊灾或者是什么那个 中生榜这些写的很玄奥 其实呢 都是人为的夸张和想象 虚虚实实 虚实虚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又是都是走的这条 这个东晋扶桑这个路 不关大革命 受破 不 新中国成立之后 正反运动 三反无法运动 这些人想办法 想方设法 逃到香港 再从香港呢 逃到了台湾 这是一条路线 这东渡扶桑啊 我们说东渡扶桑是一个什么路 逃跑之路 所以我最 我呢 我呢 最了解这个 这个这个 也不能算 在学考古上 我也不算 因为我的姨父 他是考这个事情 他搞考古的 他等于是说 这个 这个美国文化的 那个人类史 他就是人类学 人类学就发展历史 就考古 就考古文化 我这个问题 历史的问题啊 以史为鉴 听听就可以了 大概一些故事 换个脑子 但是有这么个历史的典故 前车之鉴 后持之施嘛 我们给台湾人呢 就是如果台湾的将来出路呢 如果你要想 蔡英文 你带着台湾人打仗 你就想做自由的话 我跟你说打不过的 一个是打过了 之后残兵败将了 流血流成河了 你再跑 你再逃走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协商 你逃跑 你不愿意在台湾呆了 你就到美国去 到美洲去 到其他的欧洲去 到什么国家去 这叫做协商逃跑 就是 就结束内战啊 就是 CB war 就是两种方法 一个是打 一个是和 因为谈判是谈不了的 就是 一个妥善的 就投降 现在呢 台湾想要主权地位 没有了 原来 一共两制的时候 就给你一个省长呆的 是让你台湾的 自己人 就去搞自己 就自己去建立 那个时候 你是想着 国民党能够承认一个中国 承认这个中华民国和台湾 这个和中华人民共和 是一家人 那两岸一家亲 现在呢 两岸什么一家亲 兄弟反目 兄弟肖腔 兄弟之间的残杀啊 比对外族人还要残酷 过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 也是这样子 也是那个残酷劲 那个那个的 那是那是那翻脸部人 那个残酷啊 比那个 就是内部人啊 杀内部人啊 这自相残杀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 中国人和外国人打呢 就是这个八国联军 这个就是一个教训 就是这种八国联军的教训呢 打不赢 因为这个 后来乡军为什么 后来有这个能够发展 乡军的 乡军这个抱团 这个八国联军不抱团的 就是北方人啊 黑了干什么 少数民族啊 不抱团的 包括清军都不抱团 八七子弟 各自为政 所以就像欧洲 欧洲一样 欧洲这些国家不抱团的 你看大难临头各自飞 新冠病毒 各个国家管各个国家的 这是所以中国人 中国的话早就说了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中国人和台湾人 是本来是一家人 大难临头各自飞 所以呢 他将来这个路线呢 我们就想 如果听懂了我这个故事啊 听懂了我这个讲的一个故事啊 我们就再来讲 中华人民共国宪法 和中华民国宪法 是一脉相承 血肉 血浓于水的法律关系 然后呢 这个从这个条文上 字里横见 是暗藏杀鸡 暗藏权鸡 暗藏权鸡 我想跟那个 我在台湾呢 就看那个张亚中啊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雷倩啊 那个 因为他这些人在国外的待过 他有这个对比 他有比较就能鉴别 所以呢 他就一些鉴别能力呢 就比较高一点 像蔡英文那些呢 也有鉴别能力 但是本来啊 这个就是有点 这个这个黄民的黄民思想 在加上 所以呢 他很容易和那个 啊 苏贞昌啊 和那个李 李 呃 李登辉啊 这样的那个思想啊 脉络啊 一脉相承下来 因为本来都是日益啊 留下了30万移民啊 日本移民黄奴 有这个思想的那个基因 就打上了这个 这个叫做过去讲的阶级的烙印 就打上了黄民的烙印 另外他本身呢 有个小媳妇这个身份 所以在家里啊 都是争宠啊 小心翼翼的 斗心眼啊 所以 这个 搞阴谋啊 算计人啊 算计赖清德 赖清德你看那个样子 是学医的 也是也是想算计人 但是机关机关算来算去呢 这为女人小人 你斗不过这个人 斗不过蔡英文的 这个花姐呢 就是那个花姐呢 也是 他是经过的这个这个 这个作为监狱 所以呢 他搞过抵抗运动 经过策劫的人啊 在政治上啊 在对社会问题的看问题啊 他都比一般的人敏感 比一般人看得透一点 但是呢 权力新兴的时候呢 啊 这个小新是看你用在什么上面 你用在为自己谋福利 那你就 你就是 你最后就变成了这个贪官污吏 大陆有贪官污吏 台湾的贪官污吏照样有 别在那自己表示清白了 这个这个台湾的贪官污吏 我这一看呢 真正的老百姓确实很朴实的 但老百姓也希望能赚钱啊 也要占点小便宜啊 啊 你不要说别人了 那就是这个亲戚哪家的亲戚之间 谁家亲戚 台湾那些亲戚之间都是想占 也是占点小便宜啊 这不说这个家丑不可外扬 反正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大家就好一点 就改变这个小家子去 小小确信呢 我们就要变成一个大中华 这是我 有生之年啊 我如果能够到台湾去啊 做一个公土的话 我就一定会把台湾建设好 这是我的心愿啊 这个心愿就是让台湾啊 那个现代化 另外主要是要有大中华的心怀 这个邓小平有个败笔 就一国两制陷阱 他一国两制并不是说他不好 他不尊重 他其实尊重挺尊重香港人的 但是他在治理香港问题上 还不如是不如蒋介石对待台湾那个那个日本皇民这种这个改造 日本的殖民地这种改造 还要在某些方面要彻底点 但是后来这个因为他有个沉渣泛起 台湾因为有个文化的这个50年的日本那个统治的一个沉渣泛起 就变成了参犯的屠杂案之后 变成了这些遗老遗少呢 就歌颂日本的统治 日本殖民时间的统治 他瞧不起蒋介石带来这些的国军呢 就叫这个呃 现在叫龙军 光龙的龙 对吧 然后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呃 这下一代人就更 下一代人就更不一样了 下一代人思想是 因为他没有这段历史 没有这段这个呃 国共内战的历史 也没有日本人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历史 有一个呢 日本和这个这个这个呃 台湾那个基础的密切的一个文化 因为台日本旅游啊 韩国旅游都到台湾来看 你看我到那个呃 就九份 那里都很多都没有台湾人到那去旅游的啊 呃要不就是大陆客要不就是日本客 韩国客 美国人这些欧洲人他不对呢 对那个九份的不感情形 什么穷乡僻壤的地方 对吧 对吧 一毛不拔 对吧 还得上坡下坡 如果我去 台湾啊 在那个待个两三三四年 搞搞搞搞什么这个四年啊 能够把台湾家搞的 这个就叫做 再到辉煌 我们不说是你的脚面 这个这个就 那个那个 那个台并把脚面都打破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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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差不多 我相信一定会的 因为我们有资源 背后有资源 有美国的资源 有这个大陆的资源 有这个特朗普的信任 有习近平的信任 内部其实陈水扁也是信任我的 李登辉也信任我的 要不说那个什么呢 马英九跟我有很多通信 也信任我 但是在理念上呢 我们就没谈拢 就谈了一些 就说台湾有主权 这个没谈拢 这个谈不拢 因为这个东西 你要根据法律 我们就说 我们就说那个 蔡英文呢 他不像是学了法律的 不像我有过 有过打过很多官司的人 你要拿出证据来的 你打官司 你要有命题的 你的诉求是什么 你要把你的诉求提出来 这是叫命题选题 我昨天就 这个要 这个要做这个选题 你这个不彻底 你的选题你站不住脚 这个蔡英文 这个蔡省长 真是你的蔡博士 你的蔡博士名不副实嘛 你的就像中华民国 你不名不副实嘛 你弄虚作假嘛 你弄虚作假的东西 这个你可以骗一世 骗所有很多人 所有的台湾人 但是你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骗一 全部台湾人嘛 那陈玉珍呢 就跟你闹翻了嘛 他说我那个金帮队 还马上什么 那个那个对吧 那么金门人算什么 所以幸亏大陆没有去解放 在金门 也没有去解放那个 那个童湖 这个就是留了 这个留了一口 就是给中华民国留了一口 大陆一个活口 我那个什么 我那个 我那个 就是说 我这个法治问题啊 法治问题 其实 我怎么觉得那个 其实我这个学数学的人啊 我这个逻辑比较清醒 必要条件和 和充分条件 什么是充分条件啊 你必须是 证明你是中华民国 中国人 然后才能证明 你是中国台湾 这叫充分条件 你反过来说就是充分条件 你证过来说 你去用 用这个台湾 已经中华民国打败了 中华民国为什么台湾 他必须有个前提条件 要打扮日本这个殖民者 从日本殖民者手中 把原来殖民地变成中华民国的国土 固有国土 然后修改 在这个 在这个台湾这个土地上 实行中华民国宪法 行之 行之有效多年 人民接受了这个中华民国的秩序 那就不要去改变它 邓小平就是说 这个一国两制 就是我不要去 不去改变你中华民国这个体制 你还是 那个什么大陆法吗 你还是单一制吗 这个体制 是中央对地方吗 你就是地方 可是台湾人不愿意承认 他是这个老子 就是说 他不愿意承认 来这么一个中央政府 他也不愿意 当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自治省 这就问题就来了 那就必须要过海驻军 驻军了 这个驻军呢 就是 为什么说过海驻军才能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台湾 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呢 没有为二 不可能有新党提出来一个叫一国两府 国民党也最后一中各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一国两府 一中两府 台湾自治 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现在是不争气 国民党很多精英 很多聪明人 国民党是大陆的精英的集合 大陆那些过去那些 所有的那些精英的DNA都给带到了台湾去了 这个叫 要不然那个谁说那个文化 带着一定文化 你拿什么来征服我 中华民国的就是用大陆最优秀的文化来征服台湾这个原来的殖民 黄民 但是没征服了 但是现在叫同化了 叫水一样啊 为什么叫血浓于水呢 原来本来是不容的 那么低血就相容了 就慢慢慢慢经过这几十年的修铁路啊 大山的这个开到这个这个这个然后这个大家都在受这个大陆这种这个这种啊统一这种压力啊 从美国啊还有这个日本这个当日本呢把你当体子啊把你当当转类啊欺负你啊什么这个岛啊那那个岛啊什么干什么呢 在你在日本日本人就看不起台湾人就在你脖子上杀尿啊啊 啊 那个这种嘛这个你知道什么irdo是什么大大その什么倒啊那这那个等一下 什么 Joh is the reason for kita are the actuagen 什么岛那这个什么その这个令吉他什么是那个巴克这什么叫什么鱼那个那个那就是这样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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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臉啊那个就是这样的日本人哪你看那个对待呢 毕恭毕敬的 他这个是文化 在强者面前 他就要卑躬屈气 可以投弯下90度的腰 台湾呢 他也是看不起大陆人 因为你达到这个落后 科技落后文化落后 你没有民主 其实大陆的民主文化大革命早就有民主了 他说你没有民主 然后 那就是看眼睛就看到美国 美国的民主这个呢 结果 美国呢 就把他 看成这个家伙 这个软素质的好欺负 所以呢 就 就是今天这个待遇 我1971年 我把你抛弃了就抛弃了 这就是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卑 他需要中国大陆 连中反恶 恶制苏联 这个然后呢 中国需要他呢 联合美国呢 那个 抗击越南 我在越南的时候呢 你美国不要挑事 因为美 因为如果 我两面受你呢 就是 两面受你 俄罗斯也在打我 你那美国也在给我做梗呢 我就打不了 所以 必定要 连美 抗俄 然后 美国也希望 把中国 因为中国那时候很落后嘛 国民经济产生 还跟那个 比台湾要落后的多了 所以呢 没有对台湾这个形成压力 这个时候 蒋经国他这些 没有 没有抓住机会 甚至他强大的时候 这个 我看到我的头发有点乱啊 哎呀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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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历史 大家都讲 都都很清楚 我只不过把它 复述一遍 就说明 说明我们呢 就是 子嘎里呢 就是自己人呢 啊 台湾人咱们说 啊 兄弟姊妹啊 所以大家都 这个东西 就历史 我们都谈着讲真话 开诚不公 大海能够 开诚不公的 以心交心 这是跟你是谈心的 交心的 我为什么跟你讲的这么痛呢 就是台湾人呢 你要懂得法律啊 这个问题啊 你就没有这个 这个挣扎呢 这种改变这种情 你胳膊扭不过大腿 你要改变不了这种台湾这种 这个省的这个地位 啊 pervince 啊 因为什么呢 你台湾以这个台湾那个地方的这个势力啊 你再还有这个这个真的敌对情绪啊 你就是和大陆统一了 大陆也不会放心 就像蒋介石说 即使把你收编了 你共产党的投降 然后杂牌军的投降 他不相信你 从心底里不相信你 跟我是一条心 为什么大陆在建设当中要有个阶级路线呢 他我不相信你这个地府反华 要能支持我这个啊 社会主义这个这个功能兵来当家做主 我不相信你这个 这叫阶级敌人 这个有个心里有一个纠结 中国人这种纠结想不开啊 就不容 所以不够宽宏大量 在大海呢 这个呢 就这样 台湾人也是自己呢 在我的想法来说 你不要把台湾的逼得没有退路 都没有路 现在已经逼得差不多 没有退路了 但是呢 现在我就可以找出一条活路来 大陆租军 你就住吧 因为从为了台湾人民的最大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住在台湾呢 还省着台湾的那些军费的开支 你遇到了大灾大难呢 解放军的那些 那些就把你当成的衣食父母 大陆对你的援助呢 It's great 对吧 It's a great help 就是说帮着你 能够帮得上进 就像香港的驻军 就像香港的驻军 你有个什么困难 香港有什么灾难 能够大陆能够 大陆在那防着一道线 其实大陆防着一道线呢 美国人进不来了 菲律宾也进不来了 对吧 这个就是日本人也进不来了 这对台湾也是好事情 台湾呢 这个想不堪 以为这个美国就是干爸爸 现在我就让台湾人呢 去寻找这个干爸爸 认这个干爸爸 就是东渡服伤 因为台湾美国人呢 对大陆人呢 原来是 就是改革开放 初期邓小平去的时候 那时候相信 现在觉得这帮人太厉害了 中国大陆人太厉害了 什么学习啊 都是他 兼着科研所 都是大陆人 因为他们聪明啊 这个数学基本功好啊 逻辑性强啊 对吧 所以呢 学着这个 这个这个那个 玩着转啊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很清明 这个条理很清晰啊 美国人就是讲法律啊 这个做生意啊 可能还有搞发明 你看真正在美国 真正搞发明通道 都是 那个 各个 全世界的精英 德国的 搞原子弹的 这个爱因斯坦 中国的这个前三强 这些都是最近 包括那个 所有的 在美国最优秀的人 都不是美国本土的 都是些 经过了很多 出的波乱流 那个流 特别是 在原来的祖籍国 多灾多难 受排挤 受打压的人 对的 训练